大家好,我是小兰 自从我发了这个坦克车的视频以后 很多人都想看它修好之后的样子 其实我也想看 我还打算修好之后自己开一段时间再卖掉 但是我现在的地方是属于宁波北轮这边 已经不能出去了 我和我妈妈在出租房里面已经关了好几天了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有吃的,饿不着 社区每隔一天就会给我们发一些食物 这些都是不要钱的 有大米,油一瓶,有食盐 还有一些新鲜的蔬菜 我和我妈妈两个人都吃不完 现在我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坦克车修好 关注我一年以上的粉丝 都知道我之前修过另外一年四股车 就是这个奇瑞 这个四股车也是比较大 那时候刚开修理店 也没有赚到钱 所以没有请板金工 所有的板金都是我和我师傅做的 所以这个车修出来的效果也比较差 但是这一次购买的坦克三百 我一定要找一个板金工 因为毕竟是九万七买过来的 我打算花两万块钱请一个板金 三万块钱买配件 把这个车修好 把它修好 卖一个十七万或者十八万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这个车还是不能发动 上次检测出来九十多个故障 这么多的故障修好还不知道要多少钱 所以说我现在还是很担心 这段时间不能去修理厂上班 等到可以上班了 我会找一个板金师傅 第一时间把这个坦克车修好 到时候也让你们看一下它的修复过程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要去领吃的了 看看今天又领到了什么 一个萝卜 一包带鱼 一个包菜 一只鸡 还有奶黄包 土豆和大蒜 吃的倒是挺多的 就是每天除了吃就是睡觉 我真的好想早一点去上班呀 大家好 我是小兰 我们现在可以正常上班了 这段时间我就住在修理厂 就不怕被封起来了 要封就把我封在修理厂 这样还可以干活 专心修我的坦克三百 你们还记得我有一条狗吗 都一个星期没来修理厂了 不知道他还在不在 阿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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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看到你了 最近你吃的啥呀 阿黄 过来 快过来 每天都是你在喂他吗 对呀 我们每天都不能出去 剩菜剩饭都给他吃 那谢谢你了 没事 都是邻居 一有时间了也帮忙看看我的车 你的车怎么了呀 我的车上一次里面进了一只老鼠 应该死在里面了 现在臭死了 是有一只老鼠 嗯 好臭啊 把手套戴好 把它抓出来 好臭啊 这个应该在里面好久了 你可以挂一个香薰片 味道会好很多 我看你把被子都搬到上面去了 你打算在上面住吗 对 但是住在这里 因为我打算早点把这个车修好 这个车可以啊 市区的硬派越野 修好卖给我吧 这个修好估计要18万 哦 那太贵了 我不要了 你按什么喇叭呀 把车往后倒一点吧 我要停在这个位置 师傅 你刚刚差点撞到我的车了 这能怪我吗 你跟我车跟这么近 我反光镜里又看不到 你的车没有倒车影像吗 我这个是货车 货车一般都没有倒车影像的 那可以装一个呀 又没有多少钱 我这个车连显示屏都没有 装倒车影像 还得先装个显示屏啊 ゲ Kay Lewis 教这球的车 你这里转弹的车 你稍找到个人 walked 快 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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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ll dynam猫 你戴了最后 现识他的车 你什么的车 致露 你看 文化 老雄 我现在是怪不太 很akan 今ري友 我 cant来 感谢观看 好多沙子呀 这些沙子才是去油膜的关键 直接用毛巾擦的话 玻璃上的油膜很难擦掉的 现在把摄像头装上 把它从这里穿出来 双面胶撕掉 把它站在这个位置 位置调好 把小螺丝扭紧 可以了 我现在帮你试一下倒车影像 钥匙打开 挂倒档 把你的手机给我 然后打开手机 先连接摄像头的无线网 就是这个 然后返回 啊 摄像头被我装反了 这个只有挂大档才可以看吗 把大档推掉 把行车灯打开 往前开的时候也可以看 我来看看 我先给你把摄像头反过来 这个胶粘的还挺紧的 把摄像头反过来装 你看一下那个位置可以吗 现在震了还挺清晰的 这是我9.7万买的坦克试固车 放在这里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 不是我不想修 主要是这个车需要板筋 我也修不好 所以我打算去别的修理厂 建一个板筋工 前面这里有一个修理厂 这个师傅在做游戏 他们家应该有板筋工 师傅 你这里有板筋工吗 我就是板筋工 有什么事 我也是修车的 我现在有个试固车 大试固 想让你帮我修一下 有照片吗 我看一下 有 这个车太严重了 要先把车开到我们修理厂来 这个车现在还不能开 我的意思是想让你去我修理厂修 这个你需要跟我们老板娘说一下 你看老板娘在那边 老板娘我可以问你借一个员工吗 你要借哪一个呀 就是那边打磨那个 你是她的女朋友吧 哦我不是 我也是修车的 不行你把她借走了 就没人替我干活了 你有什么活我可以帮你干呀 虽然我不会板筋 但是我会修发动机 你还会修车啊我不信 我真的是修车的 她真的会修车 我看过她视频 这个车开起来没力排气管还冒烟 你要是能把这个车修好 我就把板筋工借给你 这个一般都是排气管堵了 你们这里有没有内窥镜 我来检查一下 内窥镜有 现在把氧传感器拆掉用内窥镜查看 你看这一坨一坨的地方就是排气管堵住了 排气受阻力 汽油燃烧不充分 所以排气管会冒白烟 那你把它拆下来吧 我去买几瓶清洗剂 你不用买了 我车里面就有 我老公说这个效果太慢了 一瓶加一箱油 像它这个这么严重 最起码要四瓶四箱油才能清洗干净 这倒也是 那我就拆下来给你清洗吧 现在把车顶起来 把排气管拆掉 掉了 把它割掉吗 对 把它割掉 先把这个隔热的壳子拌开 好 这个就是鸡碳 特别硬 很难清洗 这些细小的孔都被堵住了 现在把表面堵住的壹层割掉 这个原车的三元清化很贵的 这么一小块就可以卖一百多块钱 表面割掉之后里面干净了很多 你们可能会说 为什么不用这个三元清化清洗剂 因为这个清洗剂 只有在高温高压的时候才有效果 如果拆下来像这样倒上去清洗的话 这样是没什么效果的 如果你们的车发现动力不足 油耗高等等 也有可能是三元清化堵住了 那堵住严重了 就很难清洗了 一般两万公里使用一瓶以上 五万公里使用两瓶以上 十万公里使用四瓶以上 直接加在油箱里面 现在把堵住的这个敲掉 然后找好位置焊回去 随便焊一下 不漏气就可以了 一般的肩膀 纵然万劫不复 有何妨不提鳞伤 纵然留情不忍 先发动一下 有何妨 现在发动机也不抖了 排气管也不怕黑烟了 爸爸 那个车修好了 那个板晶宫什么时候借给我 我去看一下 这个我要和我老公商量一下 他应该会借给你的 但是板晶宫一个月九千 平均每天三百 这个钱你还是要给我的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我那个车的话 大概要四五天才能修好 没事 你先回去吧 我尽量让板晶宫 明天去你那里上班 那行 那我现在过去跟他聊两句 哎 帅哥等一下 你今天多大了 32了 那你坐板晶宫有多久了呀 坐了五六年了 哦 那还可以